不一样的剧解读 竟在喵小鱼 电视剧小女花不器 正在火热更新中 此剧是由张彬彬 林依晨领先主演的 根据庄庄同名小说改编的武侠剧 剧中的颜真当当 林依晨跟我们的鲜肉帅哥 完美组成了脸花CP 让网友们实实在在的过了一把印 剧中的女主角花不器 从小就运运坎坷 任人怜惜 但这个从小没有了爹娘 跟着自己救救九叔长大的聪慧女孩 虽然跟着九叔过着乞讨的日子 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花不器的成长 就算是这样的环境 他的性格也一样的乐观坚强 自从遇到莫若飞之后 他便成为了除了九叔之外 最关心不器的人 虽然莫若飞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讨好七王爷 七王爷也就算了 居然连甘王妃也要给不器瞎马威 这边说要接不器进府 那边却连正门也不让走 还好我们的不器 待人不器小人过 根本没有跟他计较 顺利进入了姓王府 而且不器在姓王府中 居然还得到了陈玉的相助 这让对陈玉没有一点好感的不器 有了受宠如今的感觉 而在不器的心中 对这个原来的冤假 居然也有了异样的感觉 虽然不器不敢承认 自己爱上了陈玉 但自己的真心却也将他出卖 最终七王爷因病去世 而陈玉也完全知晓了不器的身世 因为护帝有功 被封为了东平郡主 在不器假死复活之后 便着急要将他取进家门 要知道当初两人情投意合 却因为爱与兄妹关系无法公开 而现在两个人终于可以不顾一切的 来一场幸福的恋爱了 两个人的新婚之夜 陈玉将花不器扑到 要他给自己生娃 花不器娇羞的对陈玉说道 要不要那么着急 两个人开启了幸福生活模式 最终陈玉利用东方时 将自己陈玉的身份杀死 成功的带着花不器 以连一刻的身份浪迹天涯 而东方时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将花不器拱手相让 请不吝点赞订阅